捷克先生送我的大玩具 一定要再强调收纳很重要 以我来讲 第一就是食用好整理 现在要决定把流理台 下面的这个流理台换掉 为什么要拍我的厨房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水阿姨的频道 水阿姨想把我下面这个L型的流理台 把它换掉 因为我本身是个有在做菜的人 几乎每天都会煮 只要偶尔出去外面 在餐厅吃个一餐两餐 几乎我都是不外食的人 那这个流理台已经接近30年了 那上面这个吊厨还可以用 所以我不打算换 那当初我们买的是中古屋 中古屋进来它就有这个L型的厨具 包括这个小中岛 包括这个小中岛 都是一系列的 那当初中岛这里是一片墙壁 前屋主把它打掉 然后变成开放式的厨房 那我现在觉得说 这个因为以前的材质 你们看看 这个就是下面的 以前这个叫做什么 甘蔗板 用甘蔗下去挤压下去做的 那久了它已经都含水气含湿气 整个都蓬松都即将烂掉 那现在的厨房的厨具流理台 有很多新的建材新的材质 但是我本身 我本身是爱煮菜的人 所以我一定以食用好整理为主 本集影片好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我再想拍一次 我旧的流理台 这个 这个 只要有水 你看 这个都已经 含水量很重了 所以喷到水 它要过很久才会干掉 造成我在煮饭煮菜整理很大的困扰 这个是旧的 然后这个就是旧的 内装 旧的抽屉 那现在新型的 有新型的置物栏 这个是旧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 其他新的装好 再来给各位好朋友拍摄 再记录一下这一组旧的流理台厨具 经过两个礼拜的工作天 这一组旧的厨具要换掉 那原则上就是下面的厨具换新而已 上面没有 因为上面的还可以用 欧巴桑就是要手紧荷包省钱为主 让你们看看旧的收纳 这是植物栏 然后为什么要换 有没有看到 这个都已经烂掉了 吸水吸太多 膨胀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一旦沾水 很久都不会干 很容易滋生小蟑螂 终于把橱柜里面的东西清好了 只剩下国际牌这一台水波炉很重 等一下等师傅来让他们搬 这是从涂柜里面 流理台上面清下来的东西 你以为只有这里吗 没有 后面阳台还有 然后五个烤柜里面 哇 这么脏 看 一下都慢过 接下来轮到我上堂 准备大小吃 准备大小吃 再准备大小吃 今天要准备大小吃 那在烧水平啦齁 现在烧水的中红的水生的 那会有这样的 对 我知道 这要快了 这一公斤 已经有花钱的鸡蛋了 哈哈哈哈 那已经装饰完成 各位好朋友你们觉得呢 那因为地板有打水平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 把东西完全摆上去 然后用水把地板擦干净 我会跟各位好朋友建议的是 你在做新的厨具之前 自己要先考虑清楚 你是以漂亮为目的 还是你要实用性 因为水阿姨是有在煮菜的人 我除了杰克先生放假 我们偶尔上餐馆之外 我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家煮 那你看 这个是收纳 这个是碗盘 碗盘的收纳 然后呢抽屉 这个抽屉 原本是在瓦斯爐下面 那瓦斯爐下面 这个是我增设的收纳 就是瓶瓶罐罐 放在下面 这样子 我们的琉璃台 又漂亮又整洁 然后你要切菜 菜煮好 要装盘 也位置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我原本旧的 琉璃台没有的 那就是这里也是收纳 全部都是304的 我没有做实面的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 304的白铁的比较好整理 这里面也有夹成可以收纳 这里也是收纳 这里有三个抽屉 全部里面内装都是304的 原本的RO进水器是在这一边 那我叫它摆到左边来 那原本这个洗水槽 洗菜槽 这边是60公分 我现在叫它加到68公分 这样子水比较不会乱喷 这样子就完成了 你们觉得这样子多少钱 要不要猜猜看 一二三 哈哈 经过了一夜的整理 跟今天早上 那大概东西都已经归位 没有关系 我们再慢慢的整理 那好 这是新的放碗盘的收纳 抽屉 碗啊 汤匙啊 刀叉 这里是我在 我的收纳就对了 然后底下这个大抽屉 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都是收纳 然后这里是放RO进水器的地方 很大的收纳 里面可以放一些 比较没有用得到的东西 那平平灌灌 调味料 哇 是如下面的大抽屉 盘子 大盘小盘 还有最下面可以放锅子 大砂锅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 那 最后水阿姨要来总结 也就是这一次更换三十年 旧厨具旧流理台的总金额 跟心得分享 第一是预算 如果你是预算比较宽裕的人 当然你可以选择像一些比较大品牌的 那以我来讲 第一就是实用 好整理 然后收纳很重要 因为家里的东西 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那对于 有每天在厨房进出的人 在做料理的人 一个实用好整理的流理台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比如说 像这个手把 很多人现在都是做坎入式的比较美观 但是我坚持要把这个手把留下来是 因为有其必要性 你像我的手套 做家事的手套 还有插手的毛巾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再强调 收纳很重要 那感谢你的收看支持 杰克先生送我的大玩具 一个新的流理台厨具 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跟地方 我很enjoy 我很enjoy